大家好 我是美厨娘 君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适合夏天吃的美食 凉虾 请问大家知道它是属于哪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吗 记得我第一次吃是在重庆旅游一个小店里吃过 当时觉得特别好吃 冰冰凉凉 酸甜可口 试过很多版本 还是专业的凉虾粉做出来最好吃 一杯的凉虾粉加入一杯的水 等于是一比一 搅拌至融化 搅拌至没有干淀粉 锅内再加入两杯半的清水 等于粉和水的比例是一比三点五 等到锅底冒气泡的时候 大概七八成热 倒入粉浆边倒边搅拌 整个过程开中火就可以 搅着搅着你会发现阻力越来越大 从白色变成透明状 变成透明状 鼓大泡之后持续搅个两三分钟 最后用铲子调起来 出现片状的拉丝状 非常粘稠 表示已经熟了 提前准备一盆冰水 或者是加入冰块都可以 粉浆倒入漏锅中 没有专用漏锅也可以用蒸馍的蒸屉来代替 这样慢慢的就会漏下去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好玩 像小蝌蚪一样 还带着两个小尾巴 等到上面的米浆变得少了 漏不下去的时候 用硅胶铲往下按压 这样全部按压下去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咱们的凉虾就做好了 有的地方叫娃娃鱼 面鱼 南方叫凉虾 请问你们那里叫什么呢 锅内放入60克红糖 30克冰糖 再加入100毫升的凉水 把冰糖搅至融化 边加热边搅拌 这样融化的会更快一些 等到锅底下冒密集的小气泡的时候 直接关火 倒在一个小碗里 可以放冰箱冷藏 冷藏之后更加浓稠 凉虾在冰水里冰过之后会变得更加Q弹 如果喜欢吃更凉的还可以加入冰块 今天我做的是甜味的 加的是红糖水 葡萄干枸杞 白芝麻 还可以加入山楂片 米酒 花生碎等 还可以做成香味的 麻辣的 香辣的 Q弹软筋 冰凉爽口 小朋友也特别喜欢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